新名晚报讯记者徐一胜 中国是现代化的火热实践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和广阔的创作空间 粤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程五 在昨天进行的第四届上海文化企业实强 十家十人十大文化品牌评选时表示 这是文化产业大有可为的时代 也是我们发挥产业力量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新机遇 粤文集团旗下上海粤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荣获第四届上海文化企业实强称号 粤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程五 获平第四届上海文化企业实弹年度人物 图说 程五获平第四届上海文化企业实弹年度人物 官方图夏同 今年上半年 粤文集团新增约30万名作家和60万本小说 新增字数达160亿 关注时代关注社会 关注民生的网络文学创作未然成风 网络文学类型和风格出现结构性变化 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社会效益不断提升 以现实题材发展为例 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 粤文连续举办了六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真文大赛 培育近十万部作品 带动现实题材成为粤文平台增速最快的品类之一 吸引于23万人参与创作 其中 以上海为背景的现实题材精品不断涌现 从描绘外来务工人员在互奋斗的上海繁华 到关注子女教育的都市副歌曲 从聚焦养老生活的玉塘留步到书写30年平民生活史诗的上海繁人传 科幻题材也在加速发展 截至今年5月 粤文旗下科幻 网文作家作品数量较2021年同比增长超112.5% 其中90后95后占比超70% 近期成的科幻新人是首次创作 整体呈现出作家年轻化 作品精品化 风格多元化 题材细分化趋势 除了培育网文精品 粤文还通过 新居 流金岁月等影视作品展现上海文化的独特标识 将上海作为一扇生动的时代窗口 以护上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滋滋向往 传递温暖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 图说 人世间聚照今年春节由腾讯影业发起并出品 粤文和新力传媒共同出品的电视剧 人世间上映 创下了央视一套黄金档收视率近8年新高 人世间改编自良小生矛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 从文学到影视 推动更多元更开放的产业联动 一直是粤文持续探索和建设的IP模式 10月30日 人世间入选中央宣传部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在前不久落幕的第30届精英奖上 人世间又凭借其项提名 四项大奖成为获提名及奖项最多的作品 作为人世间出品人 总监制陈吴表示 人世间是中国文化产业创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通过网络文学 及其改编作品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 截至今年6月 粤文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上线约2600 部中国网络文学翻译作品 培育近30万名海外原创作家 推出约42万部原创作品 与此同时 庆余年、坠序、斗罗、大陆等众多网文作品 还以改编的形式走出国门 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 陈吴表示 粤文将始终以对精品的追求和创新的探索 与行业与上海与时代共同成长 地区产生影响 地区产生影响 地区产生影响